南盾北剑 这时以唐都长安为中心 而盛行的是神秀之教 俗称北宗 剑物 顿物 与此对立的贵民之教 就被称为南宗 北宗神秀唱剑物 南宗慧能重顿物 于是展开了禅宗的南北对抗 在慧能门下 有五位学生最为突出 他们就是南越环绕 清元行司 永家玄爵 南洋慧州 合则神会 南越环绕 中元六七七到七四四年 陕西荆州人 俗姓杜 十五岁初家 先学律宗 后来布满所学 便到松山拜惠安为师 惠安介绍他到曹西去见惠能 你从哪里来的 从松山来的 来的是什么东西 说它是东西就不对了 是否还需要加以修正 我不敢说不可以修正 但可以说绝不会污染 你的看法正好和我的相同 这个不会污染的 乃是佛菩萨要我们留心维护的 怀让便在惠能门下 跟随未学了十五年 后来便到了南越 大大的洪阳禅穴 他的弟子中最有名的 就是马祖道理 清元行司 江西吉川人 俗姓刘 自小初家 父姓陈墨 在他初见六祖时问道 古贝又怎么样 才不会摄入相对的层次中呢 你最近做了些什么功夫 我连圣帝也没有修过 那么你的功夫到达哪一个层次呢 我连圣帝也不修 还有什么层次可言呢 好好好 很好 慧能被他的见地感动 认为他是学生中最有成就的一个 后来他被派到吉州 清元筛去洪坊 发扬了慧能的道统 他也只有一位杰出的弟子 就是石头西签 随之一位 但已足够了 众角最多 一林足矣 永远达 牵游家玄决 公元665至713年 俗姓戴 浙江永家人 初学天台宗 曾潜新于禅观 后来到慧能处 印证所学 出见惠能时 他绕着惠能走了三圈 一个河上影聚有三千种威仪 八万种戒型 你是从哪里来的 竟然如此傲慢无礼 人的生死只在呼吸之间 万物变化很快 我顾不了这么多 既然担心生死 为何不正确不生不灭的大道 去除烦恼呢 大道本是无生无灭的 万物也本是无尺素可言的 你的见解太棒了 谢谢指导 我告辞了 为何这么匆忙急着回去呢 我根本就未曾动过 哪里谈得上匆忙 谁知道你未曾动过 这是你自己产生的分别观念呢 你也完全懂得无生的意思了 既然是无生 哪里还有意思可言呢 如果无生没有意思 教员如何能分别它呢 分别观念本身是没有意思的 分别观念本身是没有意思的 五大弟子之一 他在惠能处印证了后 便到南洋的白崖上度了四十余年 从未离山一步 公元七六一年 宿宗邀请他到京城 尊为国师 在一次法会上 宿宗向他问了很多问题 他却不看宿宗一眼 我是大唐的天子 你居然不看我一眼 皇上可曾看到虚空 看到啊 那么请问虚空 可曾对你眨过眼 何泽神会 公元六七零到七五八年 神会是湖北襄阳人 俗姓高 他对维护慧能的法统 即使禅宗通俗化的贡献很大 并使得提倡顿沃的南禅 压倒了建沃的北禅 他十三岁时便去参拜慧能 你千里跋涉而来 是否带着你最根本的东西 如果带来了 那么你应该知道 他的主体是什么 你说说看 这东西就是无助 他的主题就是开眼即看 你这小和尚 此风倒也鸣利 师父坐禅时 是见或是不见 我打你是痛或是不痛 我感觉又痛又不痛 我是见也是不见 怎么是见又不见呢 我见是因为常见自己的过错 我不见是因为 我不见他人的是非善恶 至于你 如果不痛 那么你便像牧师一样 没有知觉 如果是痛 那么便像俗人一样 会有怨愤之心 见和不见 都是两边的执着 痛和不痛 都是伤灭的现象 神会听了大为惭愧 立刻向惠能行礼 成为惠能最虔诚的信徒 公元713年 未能宣布自己将不久的人事实 当时在场的事实 当时在场的弟子都放声大呼 不然我又如何能 不然我又如何能预先告诉你们呢 你们哭泣是因为不知我死后往哪里去 如果知道了便不会哭泣 你们要知道 法性是不会生命去来的 同年8月3日半夜 惠能就克然心事 享年76岁 同年11日 弟子才把他的遗体 营葬在曹西山 从此 曹西成为禅宗的圣地 惠能所提倡的 顿悟难禅 慢慢地演变分成 禅门五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